丸语都已经放弃单牌了 丸语让我学到了很多单牌细节 我不想让Q去单牌埋没 所以我回来了 这么多人想让我回来 看来你们还是想看我打单牌的 我的爱徒去英国了 这个号将由我来继承 第一步先改战区 为自己的省份争光 第二步换固定穿搭 我从小喜欢黄色 就因为这个颜色 我不敢大胆的说出我喜欢的颜色 丸语是用紫色为主题 那我就以黄色为主题吧 这个头发还不容易腻 眼睛的话肯定要选择眼罩呀 面罩肯定要选择鼻子呀 衣服黄色有什么有手感的衣服呀 赛罗和这个螳螂肯定是不行的 黄金风衣太胖了没手感 这个太轻了只是个打经典 能打对掏的肯定能打经典 能打经典的不一定能打对掏 这个战队服我觉得挺不错的耶 而且都已经绝版了 合金龙骨后面能挡子弹 但他不是金黄的 金龙要是登场 可惜了没有星际 这个AK挺不错的 UMRP手感最好的枪耶 空头武器都有三级的升级枪耶 就连飞行器也是黄色的 这不就是专门为我准备的吗 这样路伞就用圆形的紫色吧 为了怀念玩语 头盔尽量没有胖达团团 不管了先来看一下主页怎么样 挺帅的耶 不是这什么名字呀 我想到了一个好名字 手写是对这个名字最大的尊重 不知道你们能猜出来吗 你们肯定猜不出来 这个名字该不会有人取了吧 我觉得你们应该想不到这种名字 我去成功了兄弟们 还差点啥呢 对了是性别 不是这个名片有点嚣张呀 那必须得是女孩子呀 哇哦 我要换头像啦 人均万事 都敌不过我手里这一刀 准备好了吗 开始发车咯 咳咳 不是我图里板我可以打得这么低 KD战神其实代表不了什么 淘汰分才是最好的 就算是六战神也打不过坤正掌 还有四排万分战神 首发职业冠军 可惜那些作品他都隐藏了 记住了 KD战神并不代表实力 你们与其狗分上战神 双排四排找人保KD 不如去单排好好磨练磨练 打一个单排九星淘汰分 淘汰分可以让你们大胆的操作 狗分上战神 会让你们本该有的技术发挥不出来 打得位手位脚 越来越菜 玩语成你也是为了打高K 不敢大胆的去操作 发挥不出来该有的水平 坤正掌单排战神13KD 在防区可以做到没有对手 所以KD战神真的不重要 以后你们遇到我这个ID 有本事啊 不要补 让我这就再给你打一场 这种航线我都不再退的 这种近距离航线780是最快的 嘿嘿 我第一个落地 看看空中武器有什么好东西 法马斯 记得调成自动哦 我听到你的脚步声咯 背径调下 越低的话 开枪更快 打一波提前枪输回掩体 竟然全是头哎 对面有一个提前捏好无声雷 别打我人头呀 好 我记住你了 这个脚步声怎么回事啊 不是 这是什么东西啊 空枪 赶快去摸近点 还记得我的无声雷吗 我从玩语那学到无声雷 你们从我这里学会无声雷 一代船一代 这就是这游戏的魅力吧 我说了 你给我等着 不是这个ID 那应该就是这个了 我这波控声味怎么样 爆炸弓 你们还是更喜欢看玩语为客多抹血吧 那我就不拿爆炸弓了 我最喜欢全都找人打了 不是啊 前面有人落伞 看看能不能把它给扫掉 该说不说这个枪是真的没手感 敢打我是吧 好 既然还敢开飞行器飞过来 继续追刚刚那个飞行器的 等等 右边还有脚步声 这个人干嘛呀 那我们来这边舔第一个包 他偷我怎么还好意思憋我的呀 只会这样找存在感吗 哇 竟然还有AUG 喷着我就不剪了哈 就是这个ID没错了 看看能不能遛他一手 这里都不掉吗 过点断隔枪 对啥暗号呀 你也来虚晃他 切着眼底跳 他是反应不过来的 你们觉得身为主播要不要编他 我认为主播应该带来正能量 小朋友是容易模仿的 应该往好的方向去带 好的东西小朋友不容易学会 坏的东西小朋友一下就学会了 但是按道理说 他编了我可以编回去的 我只希望他下次遇到人 不要再随便去编了 你们见过七零技术主播去编人吗 往往差的呢 喜欢编 喜欢找存在感 现实不如意 只能发现到网络上 你们觉得呢 当我拿上优妈P 我就知道这具游戏 不是他怎么录回来了呀 好好好 别让我下次遇见你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咦? 咦?